画面中这就是古代帝王林寝地宫中最常见的一道机关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来石 地宫石门每扇重达三吨 门的后面放的就是自来石 在关闭地宫石门之前 工匠会把自来石放进里面的凹槽里 然后通过特制的拐钉钥匙套住自来石 就这样慢慢拉动拐钉让自来石往前倾倒 当和石门后的草口对接上后 地宫石门就从后面被死死的顶住 一般盗墓贼是根本打不开这样的石门的 可当这样的自来石机关放在经验老练的考古专家面前是显得微不足道 镜头中这是1956年国家考古队打开万历皇帝地宫大门的真实画面 透过地宫石门专家组也看到了传说中的机关自来石 此时考古队员就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拐钉钥匙 就是把一根铁丝凝成一个圆圈 另一头拴上一个绳子 然后顺着石门缝隙几个队员用一根木板顶起门口的自来石 同时一名队员也把钉钥匙套在自来石的上方 当木板慢慢往前推拐钉钥匙另一端的绳子也慢慢放 这样既能把自来石一开也能保证自来石放倒在地上不会损坏 至此 深迈地下三百多年万历皇帝的地宫最后一道机关石门被打开 顺着当时考古记录的镜头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地宫的整个样貌 它分为前殿中殿和最后面红色的东西 它就是万历皇帝的官国摆放的位置后点 继续往前推荐镜头中 你会看到地宫中殿摆放的三口青花瓷龙缸和三座大理士宝座 拉近镜头 你会看到每个宝座面前配置一个青花瓷龙缸和五个摆放蜡烛香火的琉璃罐 而大瓷缸里摆放着的就是万年灯 清晰可见满缸的油脂和烧过的灯芯 这件瓷缸上的龙纹雕饰的极其精美 缸身还刻印着大名家境年质字样 据专家研究这件青花瓷龙缸可以说是明代瓷器中的精品 市场价值最少市值上千万 随后来到地宫的厚殿 只见棺床上摆放着三口红色棺材 中间这口就是万历皇帝的棺果 左边这口是孝端皇后 而右边这口是孝敬皇后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棺果腐朽严重 以至于棺内陪葬的精品文物都裸露了出来 随后经过简单的商议后 考古专家们计划现场直接打开棺果进行考古研究 就这样他们直接投手扒掉万历皇帝腐朽的棺木 一开棺盖 此时呈现在眼前的就是明代在位最长时间的皇帝万历皇帝的尸骨 最后从他的棺果中出土了随身的陪葬品上千件 可以说渐渐都是西式珍宝 最让人震惊的就是眼前正在提取的这件保存十分完整的万历皇帝带的纯金皇冠 当三具棺果全部被打开后 出土了一万一千多件堪称精品中的精品陪葬品 真不敢相信这样的陪葬品落入盗墓贼手里是怎么样的后果 我是胡八一 加个关注点个赞下期继续带你探秘更多神秘的古墓和文明